網友在爆料公社PO出影片說公司小洞庫9月27號東西都還在 隔一天9月28號過期食材全部清空 台中西屯區這間食品工廠遭到前內部的員工踢爆 他向平面媒體爆料說 這間廠商疑似把過期的加工肉品出貨給量販業者以及臉書的直播主 被點名的直播主透過公司只說會找時間統一對外說明 沒有正面回應 知名量販業者則是透過文字回應說已經沒有跟被指控的廠商往來 至於食品廠則是把文字稿放在工廠門口 說不會謝責會配合市府調查之後再說明 老闆會有回應嗎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目前都是最有限分的 他會再出調查 據了解爆料民眾是食品廠工廠前員工 他向台中市衛生局吹哨 同時質疑市府把訊息泄露出去 以至於公司知道他是吹哨檢舉者 對此衛生局親上火線回應 台中市政府受理檢舉陳情案件 保密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全程以密件移送 嚴格保護陳情人的個資 以涉及更改食品有效日期標示 並販售的情勢 基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全案由地檢署偵辦中 被指控的食品廠販售污穀機 油機 鹹水機等 雞肉加工製品 吹哨者PO出多張照片 說出貨時 最外層紙箱過期標籤被換掉 衛生局回應 確實有接獲民眾陳情 強調為了不打草精蛇 沒有派員稽查 至於業者會不會被停業 實案處只說 目前案件偵查中 不便透露進度